冷汗净容汗四时候乌针 放到汗四正前方一毫米的距离 形成第一个汗点 顺着第一个汗点的尾部往下走 一个点压住上一个点的尾部 这就冷汗净容汗四的正确手法 如果说乌针打到上方 这样就会起球 根本融化不了这个汗四 这是两块2.0的铁板 现在焊一段搭接汗看一下效果 屋针对准这个汗后的中间往下走 看一下这个汗道 汗点就是白亮的 冷汗机在汗的时候是近距离引护 把汗针压的稍微近一点 这样就能形成汗点 顺着第一个汗点的尾部往下走 这就冷汗机汗完后的效果 雅护汗的话它就远距离引护 远距离引护的话 它根本形不成汗点 就像这样 根本焊不住 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汗帽 汗帽的话就是一个自动变光 自动感应的 看一下 我现在排的是脚控开关 从里头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 汗的时候不用特意眨眼尖 后面这里就可以调节这个汗帽的大小 这边就是一个汗帽的连接处 连接线 现在融的是0.8的紫铜汗丝 看一下 这个就是融外后的效果 这个电流稍微有点偏大 这个像是10分钟的 做1个赤 这里就开始 做1个赤 这是1个赤 2个赤 3个赤 4个赤 4个赤 5个赤 5个赤 3个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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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赤 6个赤 4个赤 5个赤 4个赤 5个赤 像这种没有焊住的话 说明这个乌针距离母菜太远 把它压得稍微近一点 控制在一毫米之内 这样就能消成焊电 看一下这个就很厚的效果 就很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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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融的是0.8的紫童焊4 第一个焊点形成之后 顺着第一个焊点的尾部往下走 看一下 这个就是紫童焊4与铁板 融到一起的效果 好 就很厚的效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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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